後面請各位有時間自己再稍微看過 所以我們分成幾個 就是CSV比較簡單 然後Json XML XML其實也相較於Json 我覺得是比較單純一些 因為它其實X的話 其實就是延伸X10 X10 MAGA 就有點像延伸HTML的標籤語言 但是不像HTML那麼複雜 它有一些優缺點 你們自己稍微看一下 比如說我要針對XML的資料如何處理 這個我想是第三個單元 所以我們前面會把CSV部分範例講完之後 再來就是Json XML 最後的話就是再講到有關HTML的部分 HTML其實複雜度更高 裡面的話會牽涉到 比如說到底網頁結構 它裡面代表哪一些 所以我是建議這邊有幾個電子書 所以如果你對於HTML 假設不太那麼熟悉的話 其實網頁啦 背後的那個語言都不太熟悉 至少你可能要先看過這兩個連結 這兩個連結其實就介紹你簡單 什麼叫HTML的一些基本架構 HTML到底是什麼 然後它這英文意思就是mark of language 底下這什麼呈現的 比如說它這個標籤有什麼叫TAG OPENING DAG 就是頭跟尾 結束會有一個close的 中間就是它的資料 一整個就是element 它一個元素 OK 其他的話相關的知識至少要有 如果你有這個概念的話 將來你就可以針對原始碼 你要抓你想抓的資料 才比較有概念 不然的話你會發現 你想抓了 奇怪為什麼都抓錯 OK 所以相對的啦 HTML又更複雜 因為裡面的話 有蠻多相關的資訊 你可能要知道一下 那當然除了HTML 其實網頁還有包含CSS 有關樣式的 就排版的部分 還有裡面甚至還有JavaScript 還有程式 所以你按右鍵檢視原始碼 原來背後是這麼複雜的東西 就是裡面這邊都標籤 然後它底下也有些CSS套用在裡面 甚至這個好像沒有JavaScript 有些還有JavaScript在裡面 當然你說這太複雜了吧 我根本沒辦法招架 沒關係 將來我會教各位 怎麼樣簡單的去解析 說真的 沒有問題 沒有人那麼無聊 每天在那邊看原始碼 最重要是你要抓到 你想抓得對的東西就可以了 然後有一套固定的邏輯 然後把資料抓出來 這樣就OK了 你不需要知道全部是什麼 你只要知道你想抓的資料在哪裡 然後告訴他說 我的標籤就這個 你幫我把這個標籤裡面 資料抓回來就可以了 其他的不知道沒關係 因為根本跟你要的資料無關嘛 無關的話你就可以把它避開 這樣子的話相對是簡單一些些 所以後面我們會有一些範例 那至於要怎麼抓網頁上的資料 其實方法很多 比如說像我們現在最常用到 那個Quality Table Quality Table真的是最簡單的 你說老師我想要學點難的 有啦,後面還有很難的 也就是Quality Table沒辦法做到的時候 那你可能就要用一些其他的物件 比如說像後面會帶到什麼 什麼XML HDTV的一個物件 也可以抓 但是問題他抓下來就原始嘛 喔,原始嘛 你說老師那如果我不要原始嘛 那沒關係,你可以用 把那個IE物件 直接怎麼樣把它引用過來 但是效率會比較差一些 也就是說你可以把那個瀏覽器 你說老師現在沒有IE的 現在都Edge 沒關係啦 其實Edge的底層就是IE啦 雖然它看起來叫Edge 但實際上它換攤不換 要量變相通的 然後只要瀏覽器看得到 你就把你要的東西抓過來也可以 不過相對難度 越後面的越難 所以我們按部就班來看 那剛剛提到的就是這個單元 賄賂CA10V格式的 裡面的話呢 我們就是講到 這個在XML 這是 這是 傑森的 那我們剛剛提到的就是 這個 台電的喔 那當然這個範例 我主要是希望 想要知道到底 這個 比如說今年度好了 我們不要野心那麼大 那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你可以把104年到100… 好像它提供的到110年的資料 那你可以把歷史資料看一下 到底耗電量哪一個縣市是最高的 用電大戶到底是哪一個縣市 不過理論上 現在好像聽到的是 應該現在半導體其實蠻需要 因為會需要用到那個光雕機 光雕機一開不得了 都非常非常耗電 所以理論上是不是說 如果製程越小的 小奈米的是不是越耗電 不過看起來好像 我得到最後的答案 這個是之前做的 好像台中是最耗電的 台中好像比較沒有半導體廠 為什麼台中這麼耗電 然後在台南、高雄、桃園等等的 不過這個是之前做的 我不確定 所以如果假設我有一個疑問 我希望透過台電給我的資料 然後我想要統計出 到底哪一個縣市是最耗電的 然後我希望繪製出一個比例圖 這個比例圖的話 分別把耗電的前三名把它找出來 耗電的縣市 類似像這樣 只是一個想法 那如何做 首先第一個 我們一樣把那個資料給下載 但是第一步 我們現在是用人工的方式下載 我先把這個先關掉 所以上個禮拜 這個祈交所的外費資料 先把它關掉 我們今天就接著繼續來看那個 所以剛剛我已經用人工的方式 把這個資料給抓下來 不過一樣 你想說老實人工的方式 感覺好像每次都要抓一次 很浪費時間 所以其實以這個來看的話 我們一樣可以把它變成 用VBA的方式 就可以把資料給抓下來 做法一樣 所以一 我如果要下載那個資料的話 怎麼做呢 如果用VBA 所以我先在自定功能區 先把開發人員打勾 因為這個環境好像重新灌過了 所以開發人員好像已經被灌掉 又重新恢復了 開發人員打開 二的話就是Visual Basic 打開來 所以開發人員Visual Basic 那在Visual Basic上面 按右鍵插入一個模組 這個模組就是下載 下載那個 我們剛剛那個連結的一個範本 那這個範本在哪裡呢 其實跟之前一樣 就是各位找一下 在這個底下 會有一個就是這個 20頁的地方 台電用電統計下載 這個範本 那這個範本其實跟前幾次 那個CSV都一樣 你會發現基本一樣 只是這個Sub名稱不一樣而已 那一樣用到這個query table 的這個物件 所以這個物件其實還蠻好用的 然後呢 但是你可能需要給它兩個訊息 兩個參數 第一個參數就是它的網址 第二個參數就是它的編碼方式 所以我把這一段 有沒有 從Sub到N-Sub Ctrl-C 那接下來的話呢 把它Ctrl-V貼到哪裡 貼到這個模組裡面 貼上 然後呢 字太小了 工具選項 撰寫風格 把它改一下 改成12看看 應該12就差不多了 OK 然後呢 一樣先把舊資料清空 然後去抓新的資料 那抓新資料的話呢 基本上喔 就是利用credit table 建一個連線 那這個連線的話呢 把它連到哪一個位置 所以喔 封號後面其實就是要加它的那個位置 所以喔 我們那抓110 抓最近的好了 所以點擊那個台電喔 然後這邊不是有一個本年度 對不對 就是這個好了 OK 檢視資料 然後這邊不是有個連結 OK 那這個連結的話呢 它其實好像就是 放在某一個server上面的點CSV 把它複製一下 就這個連結複製一下 然後呢 把它貼到哪裡呢 貼到這個TEST的分號後面喔 OK喔 分號跟雙號中間貼上 好 然後它就知道說 你這個連結在這裡 不過貼上可能要注意一下啊 因為之前常常會遇到這種狀況 就是這邊會多一個這個空白 所以記得千萬不要有空白 一有空白就發生錯誤了 這個好像也最常發生的錯誤 第二個的話就是 有一個參數 叫做TEST FILE的PATFORM 這個其實就指的是什麼 指的是編碼方式啦 OK 所以以後你看到這個參數 你就要想到編碼格式 它是UTF8 所以UTF8記得要填上什麼呢 這個我建議是最好記下來 65001 有沒有 UTF8 如果它這邊顯示是Big5的話 那你就950 反正目前來看 以那個政府的開放資料來看 好像目前就這兩種 但未來也許啦 如果你有那個對岸的資料 可能有簡體的 那簡體的話 就是簡體的那個編碼方式 如果你實在不知道的話啦 其實有個簡單方法 剛剛我們不是有用到一個功能 就是這個資料裡面不是有一個什麼 從檔案對不對 我開一個空白 有沒有 從文字檔 那如果你假設不知道哪一個啦 其實這邊可以選 有沒有 你看哪一個嘛 理論上最常用的就是UTF8 然後再來就Big5的話 比較上面 你往下找 大概會用到 其他我說真的啦 你怎麼可能用到什麼阿拉伯語系 這個根本不可能的 可能會用到也許就是簡體的 那簡體的話 可能就是這邊有三個 那你實在是不知道哪一個啦 反正你就試試看嘛 OK 那總共你會看到什麼 54936啦 936等等的 那還有這Big5 這個比較長 那你說底下這些有沒有 像什麼CNS 這個應該不會太用到 因為這個是非常非常 大概有30年前的吧 那個DOS底下才會用到這個邊嘛 因為以前剛開始 就是引進電腦的時候 他哪管你說你有這個什麼 多國語系 所以多國語系的 這個是後來才加上去 所以套用一些像Big5 也是微軟公司 他套用才不會是亂碼 不然以前的話 最早的電腦上面根本 你如果沒有灌那個中文系統的話 它整個全部都是亂碼 這個是後來才加上去的 不過目前這些應該都不會再用到的 所以雖然看到很多 但主要大概最需要記得 不外乎就是Big5 不外乎就是那個UTF8 OK 那我們改完之後的話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他把這個填上去了 650 那我講過啦 如果你實在打錯了沒關係 為什麼 你一亂 比如我650 應該是650 你如果打成950 執行中化你會發現 它理論上也會資料下載 只是下載下來的東西會是辦法而已 因為它是用Big5的方式幫你重新編碼 當然編碼結果會變成像這樣子 不對嘛 OK 那怎麼辦 沒關係啦 如果這個不對 那你就換一個嘛 大概理論上 第一個不就是第二個 如果以開放資料來看 大概就是這兩種 所以你大概就記這兩種 應該不至於會有第三種 我目前看到的這個狀況 你說未來會不會有其他 應該也會有啦 只是說遇到再說吧 OK 好 那這個就正確了 所以如果我今天希望 第一件事情 把它用Creditable的方式 把資料抓下來 那就OK了 當然你Ctrl向下 可以看一下 這邊有2萬多筆 其實不算少數耶 而且它這個2萬多筆 還只是1、2月份的資料 所以如果假設你是整年度的資料 哦 那不得了 可能是大概一年度 大概就1萬筆資料 所以12個月 哇 那就12萬多筆耶 所以你如果全年度的話 那資料量其實是相當龐大 那只是說 我有個想法是這樣 欸 這邊有一個行政區 可是問題喔 我想要統計的是縣市耶 可是滿奇怪的啦 它這個資料 居然只有提供給你什麼 就是哪一區 可是卻沒告訴你說 它是哪個縣市 那很滿沒有的 OK有沒有 所以變成說如果沒有的話 這個時候你可能要自己想辦法 把它變出來 所以喔 我們待會兒的練習 其實是一個環節 反正就是說如果沒有 我前面講過啦 因為樞紐分析表 你要統計喔 沒有那個欄位 你就要想辦法把它變出來 那怎麼樣變出來呢 OK喔 這好辦法 當然不是讓你土法練鋼 盡可能的就是說呢 可以是有效率的把這件事情完成 那當然啦 你說老師 那我想知道說這個行政區 大概有幾區啦 你可以把D欄複製一下 一般我的習慣這樣把它貼到這邊來 然後我會用一個資料裡面移除重複 移除重複有沒有標題 有標題 按確定 那你會發現總共保留了360個區啦 也就是說 你會發現它就是給你這些區 那看起來好像是什麼 台北市在這邊 那這個是新北 有沒有 那這個可能底下一直往下 那問題 他乾脆就給一個哪個縣市 這樣就好解決 但問題來了 就是剛好沒有 所以呢 我們有個目標 我希望喔 可以把這一個 就是縣市的部分呢 把它加到這邊來 所以待會可能需要一個藍位名稱 就是什麼 縣市名稱 所以這邊可能要插入一個縣市 OK 縣市名稱 加在這邊 OK 好啦 假設 但問題來了 這個地方呢 如何加一個縣市 然後它可以自己把那個縣市名稱 補到這邊來 那當然有幾個方法 後來我想了一個比較簡單的方法 但只是一個練習 後來我就從網路上找了一下 因為郵遞區號嘛 所以郵遞區號理論上應該就要去哪裡 郵渠嘛 郵渠裡面找 所以你們往下捲動 各位可以看到 在第幾頁 第22頁 或者你Google查一下 中華郵遞區號 中華郵政的那個 這個什麼啦 就是它的網站上面會有一個連結 那這個連結的話 我後來找到它有一個類似像 這邊的有沒有 郵遞區號的這一個 然後它是前三嘛 但點下 這邊有Excel 把它點下去 把它打開一下 你會發現它提供的就是像這樣的一個資料 103年12月25起用 所以這個資料我不知道是不是最新的 不過它放在上面 理論上應該是最新的吧 如果不是的話可能自己再修正 但是會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它這個格式基本上跟Excel 或者是資料表、資料庫裡面用到的概念 其實完全不相符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理論上應該 如果用V的環數查詢的話 應該是把什麼呢 郵遞區號放在第一欄嘛 因為如果假設 假設我要用V的環數查詢的話 那我們應該是把那個什麼 郵遞區號擺前面 然後再來就是什麼 也許就是哪一區吧 然後哪一個是 就是等於是三個欄位 第一個欄位是郵遞區號 第二個欄位可能就是哪一區 第三個欄位可能是哪個縣市 但問題你會發現 這個資料真的這樣子就實在很不OK 所以要怎麼樣 可以這個把它刪掉了 OK 好啦 假設如果希望很快的可以把這些資料正規化一下 所謂的正規化 就是可以快速的把它變成我剛剛講的 郵遞區號在第一欄 然後可能區在第二欄 限市在第三欄 但問題來了 要怎麼做 如果你用圖牌剛來做的話 那也很花時間 你可能要先把什麼 因為它好像分成幾個區塊 一個 兩個 三個 四個 五個 六個區塊 所以理論上應該把後面這五個區塊 把它擺在下面 也就是這個 這個區塊 這個Ctrl-Shift向右 向下 把它Ctrl-X 有沒有 然後把這個區塊 其實應該放到下面這邊來 把它先 反正第一步啦 我想到的應該是 先把它們全部放在同一欄 有沒有 要等於兩欄 第二步的話 再完成我剛剛講的 就是說分成三欄的方式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這個資料可以從這邊找啦 當然之前 有同學跟我講說 老師其實已經有轉好了啦 OK 不過其實我們主要是練習啦 所以 不是 當然有的時候已經有了 是沒錯 可是有些剛好沒有怎麼辦 所以我們這個是上課主要練習 所以請各位找找看喔 這個連結請各位看一下 應該是在 這個雲端白板上面的第二十二頁 這邊有個連結 那你點過來之後 找一下 下面這邊這個 應該是這個 叫郵遞區號 有沒有 這個 那我是下載這個Excel檔 OK 然後主要當然我是希望說可以把它正規化 所謂的正規化就是可以拿來Excel用的 很簡單啦 反正上面一支欄位名稱 下面一支它的資料 你才能夠用V路函數查詢 如果不是正規化的資料 V路函數也沒有辦法 你不要說V路函數 其他也沒辦法 所以要怎麼樣把它正規化 請各位先試試看好了 把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這個部分 切一下這邊 出門 指數 音樂